作者 莫莫 演播人 巨武巴雅鞠 三日后一切妥当 石魁吞射了三日的枪魂琉璃 肚子看起来都有些圆滚滚的了 可见数量之庞大 杨开让他将枪魂琉璃吐出 收紧空间界后 便向龚奥夫辞行 临走之前 他给琉璃们留下了一些须及密报 一些修炼所用的须及灵灯 权当是对取走那些千万流离的报酬了 无论是须及密报 还是须及灵灯 在幽暗星上都是极其贵重的东西 龚奥夫自然喜无自尽 率领门中长老和精锐弟子 恭送杨开离去 十日后 林霄宗 在那一世大殿的广场上 一座崭新的空间法镇 在杨开的主持下被布置了出来 这个空间法镇 与杨开之前在幽暗星上布置的那些 都有些不同 最主要的区别 便是占地面积小了一些 但是整个法镇 给人的感觉却更加凝重 这是一座可以进行超远距离 跨星辰传颂的法镇 也是杨开用来定位林霄宗的法镇 就如之前所做的一样 有了这个法镇作为根基 杨开只要在旁的星辰上布置好另外的法镇 定位到这里便可以进行传颂了 至此 林霄宗两大空间法镇已经成形 一处是布置在林霄宗外 用来联系整个幽暗星的 另外一处是才布置好的这个 未来能连接到星月的何处 杨开也备敢期待 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林霄宗倾尽全宗之力 也只为杨开搜集来不到2000块空灵精而已 这些空灵精几乎已经是幽暗星上全部的储藏 除非还有未被发现的空灵精矿脉出现 按杨开的估算 这些空灵精用来布置三四座跨星域的空间法镇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安排好所有的琐事 与一众亲人朋友道别 杨开再次去了一趟流言沙地第六层 与杨言聊了一阵 这才祭出星梭非空直上 灵霄宗内万人抬头仰望 看着那道顿光直冲云霄最终消失在事业之中 一路小溪 苏颜与夏宁生分处在不同的山峰中 心中同时默默地祝愿着 幽暗星百万里之外 无形的星雨刚风无处不在 大大小小的星空风暴在热力汇聚成形 思虑 湮灭 然后再成形周而复始 急速飞驰的陨石海 能让任何闯入此地的舞者或者战舰砸得粉身碎骨 这是幽暗星的一层屏障 幽暗星的舞者称之为死欲 他在百万里之外 包裹着幽暗星 阻止任何人离开幽暗星 也阻止任何人闯入这里 如果只是有这些凶险的话 还不足以阻止住虚王竞强者的步伐 即便幽暗星地处偏僻 在这几万年来也总会有虚王竞强者降临 但是这一片死欲中 却蕴藏了让虚王竞强者都闻之色变的东西 帝威之力 也只有帝威之力 才能让虚王竞强者望而却步 上一次阳开带着钱通等人离开幽暗星的时候 是依靠虚王级战舰的强大防御 硬生生地从这里冲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他是孤身一人 虚王级战舰也留在了林肖宗 以防不测 应该只能依靠自己 他以前不知道这死欲是如何形成的 不过后来在听阳言讲述了那么多上古秘心之后 便清楚地察觉到这一片死欲正是扬言与虫地大战 遗留下来的战场 所以这里才充斥着帝威之力 所以这里才凶险无比 好在帝威之力虽然恐怖 但阳开却不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当年帝院开启的时候 他更是借助帝威之力 一举将空间之力融合进了自己的市场之中 对帝威之力的抵抗 阳开自信不逊于任何人 他直直地冲进了这片死欲之中 躲避着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陨石 无形的钢风挂在他的身上 就如一柄柄立刃切割着他的身体 建设出耀眼的火光 发出咯吱咯吱让人磨牙的刺耳声音 五彩霞光在阳开体外绽放 他已动用不灭五行剑护体 配合上不断服用的魂天丹 阳开如今的肉身力量 早已升华到了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境界 那让虚王静都忌惮的五行钢风 竟不能伤到他分毫 偶尔有撞在他身上的陨石 也顷刻间四分五类 他宜然不惧地冲进一团星域的风暴之中 庞大的几乎能吞噬掉一颗星辰的风暴 很快就将他的身体淹没 但是没过多久 阳开便从风暴的另一侧安然冲出 一路斩截披荆 一路横冲直撞 势不可挡 阳开甚至还有闲心 在这一片死狱之中感悟帝威的神奇和玄妙 这比吸收玉石中的能量 对自身的成长和提升更有帮助 他的事已然到了大成境界 圣元 肉身 肉身 神石 也都到了反虚境的顶峰程度 若非因为受到幽暗星天地法则压制的缘故 他也可以尝试着去突破虚王境的稚固 成就虚王境的威风 时间缓缓流逝 他的收获越来越大 不过阳开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死狱之中参悟帝威之力 确实是难得的体验 可是帝威之力 他总感觉太过高湿莫测 不如玉石中的玉场能量好把握 略一思索 杨开便明白了过来 自己如今才是反虚境顶峰 下一个境界才是虚王境 虚王境之后 还有另外一层更高的境界 在这更高的境界之上 才是扬言的级别 才能拥有帝威 如今就去参悟帝威 确实有些远了 就好像一个孩子 在还没学会爬的前提下 并要站起来走路 自然是利有不待 看样子在死狱之中的历练 最好是到了虚王境再来呀 想到这里 杨开也不再浪费时间 直直地朝前冲去 他的石海之中拥有星途 所以杨开根本不用担心 会在茫茫星雨之中迷路 而透过星途 他也可以约摸估算出 不同星辰距离幽暗星的距离 这个优势方便了他选择位置 来布置空间法阵 一年后的某一日 杨开降临到了一颗冰冷的死星之上 这种冷冰冰没有生灵气息 没有天地灵气甚至连天地法则都没有形成的死星 在这个星宇之中数不胜数 或许过个亿万年 其中一些死星能够演化出法则 能够诞生出生灵 但是这个时间太遥远了 大多数死星从诞生到毁灭 都是一直处于这种荒凉孤寂的状态 落下来之后 杨开并没有立刻休息 而是在附近方圆三十万里搜索了一分 确定这里没有任何生灵的气息之后 他这才找到了一处山谷模样的地形 准备在这里布置下第一座空间法阵 这个空间法阵 将成为一万星联系外界的中转站 使必不可少的存在 石魁被杨开放了出来 让他自行活动去了 这一年来 杨开偶尔也会降落到一些死星上 每当这个时候 他就会放出石魁 让他去探索一分 看看是否能有一些别的收获 石魁倒是没让他失望 拥有天赋异禀的他 往往能寻觅到一些珍惜的矿物 不过数量都不是太多 杨开并不是很在意 只是下令让他自行炼化吸收了 通过吸收这些矿物精华 石魁可以壮大起身 变得越来越强大 石魁小小的身子 很快就消失在杨开的饰演之中 他这才从空间界中 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开始布置空间法阵 他选择的这个山谷面积不小 从虚空之中俯瞰的话 就好似是这颗死星上的一个窟窿 杨开将位置确定在靠近岩壁的某一处 各种材料矿物在他手上开始融化 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部件 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 堆积在杨开身边 这些东西都是布置空间法阵的基础 只要炼制完全 再完整地拼凑组合到一几 然后灌入空间之力 钻刻空间法阵的阵图 便能大功告成 杨开已经不止一次做过这些事了 在离开一万星之前 更是亲手布置出了一座跨星辰 超远距离的空间法阵 所以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算难事 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没有旁人的帮助 独自毅然处理这些 消耗的时间确实长了一点 前后约摸花了15日的功夫 杨开才将空间法阵布置完成 布置好的空间法阵紧挨着岩壁 不仔细搜索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极有隐蔽性 不过只是这样的话 还无法保障空间法阵的安全 随着杨开一道圣云 打入面前的法阵之中 这座空间法阵竟开始变换色彩 很快便与周边的土地看起来一模一样 乍一看上去 这个空间法阵就好像是大地的一部分 只有凑近了仔细看 才会发现一些端倪 在菱形之前 杨开前去琉璃门 讨要的那么多的千换琉璃 并非毫无目的的 他要那些千换琉璃 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加入空间法阵之中 增强法阵的隐蔽性 这里自然是一颗死星 可谁能担保就没有武者会来到这里呢 万一法阵太明显 被人发现了 必然是个麻烦事 不过有枪幻琉璃的炼入 那就不同了 枪幻琉璃本就可以幻化万千 杨开将其炼入法阵 增强法阵的隐蔽性 是极为简单的事 再者 有了千万琉璃的融入 法阵的坚固程度 也是大大增强 如此一来 即便偶尔会有一些流星或陨石 或者风暴什么的思虐 也不会破坏掉法阵 查探一分 确定自己这个布置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杨开大为满意 他这才开始在法阵内部 钻刻阵图 随着阵图的完成 杨开再次往内 灌入空间之力 法阵请客简轰鸣一声 杨开眉头一条 面露欣喜之色 有这个动静 就说明自己布置的法阵 已经与林霄宗那一座 联系到了一起 只是到底能不能传送过去 还有待试验考证 这种事自然只能他亲自上阵了 他精通空间之力 所以即便传送出错 他也不会惧怕 大不了依靠空间之力 撕裂虚空 从空间裂缝闯出来就是了 在心中呼唤了一下石魁 杨开便站在原地 静静等待起来 足足过了一日的功夫 石魁才姗姗来迟 若非杨开与他之间有特殊的心灵联系 知道他安然无恙 只怕会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 在这里陨落掉了 杨开瞪了他一眼 正欲开口训斥的时候 目光却忽然定格在石魁的肚子上 瞅个不停 石魁的肚子圆滚滚的 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在这半个月内吞噬了不少矿物 而且是数量极大的矿物 否则绝不可能让他这般无底洞般的肚子变成这样 杨开大为惊奇 因为他这一路走来 所碰到的死星上 物产极为贫瘠 有的死星上 甚至连半点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存在 可以说是不毛之地 但眼下石魁却从这一颗死星上 收获了如此多的矿物 可见此地虽然没有天地灵气 但是绝对拥有矿物 而能被石魁看上的矿物 价值肯定也不会太低 吐出来我看看 杨开冲石魁说道 石魁挠了挠脑袋 倒也没有迟疑 一张嘴 一块块大小不一 散发着各种色彩的矿物 便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越堆越高 逐渐地形成了一座小山 吐完之后 他才拍了拍干瘪的肚子 一脸无辜的表情 这时 杨开眼前一亮 盯着面前矿物山的一块 散发银色光辉 约摸有脸盆大小的石头 走上前去摸了摸 放出神念查探一番 低呼道 天所赢 如今的杨开 早已不是当年的矛头小子 这么多年的闯荡和历历 造就了他非凡的眼力 和渊博的见识 星域之中各种修炼物资 他不敢说全部认识 最起码认得个七七八八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么一块脸盆大小的银色矿石 显然就是须集上品材料 天所银 这种东西 如果加入炼制的秘宝之中 可以极大的提升秘宝的柔韧程度 如此一来 在战斗的时候 秘宝就很难损坏了 简单的来说 天所银是炼制秘宝时 可以加入的辅助材料 任何秘宝都可以加入 是一种万能型的材料 活着将自己的秘宝 看得无比贵重 如果有提升秘宝性能的材料出现 必然会引起争抢 天所银就是这种材料 价值不低 鸽蛋大小的天所银 就可以卖出至少十万上品圣经 脸盆大小的天所银 价值最少几百万 杨开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 目光便又被一块散发金色光辉的矿石 吸引了过去 玄刚经 五彩沙 凤泪毕铁 还有这么多圣经 杨开一样样的检查下来 片刻之后彻底被石魁这半个月的收获给惊呆了 他心里默默地估算了一下眼前这堆东西的价值 赫然发现 石魁这半个月的所得 几乎相当于幼岸星一个中等宗门的全部储藏了 眼前的这些矿物 无疑不是炼制秘宝的最好材料 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虚王级档次 可最让杨开想不通的 是石魁居然吞噬了大量的圣经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二十年 一首 第二 一首 两annie 一首 一首 佩洰 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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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